我国进入两个星期的行动管制期 大部分商业活动暂停 人们不能像往常般生活重创生计 继中央政府宣布经济振兴方案后 各州政府也相继推出旧式配套 缓解民众的燃眉之急 其中雪狼娥政府拨出 1亿2700万令吉补助雪州子民 槟城州政府也宣布 公务员提早发放薪水应急 雪狼娥州大臣纳都斯里阿米鲁丁 今天召开记者会 宣布州政府应对这波疫情的经济配套 首先 州政府会一次性发放200令吉 给州内9家医院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 并会在这14天内为医护提供食物津贴 此外 州政府也会通过豁免租金 协助州内约8万个货摊小贩和商家 舒缓失去收入的窘境 与此同时 雪州政府也将拨款4000万 给小商户提供一次性500令吉原住金 协助他们解决资金周转问题 当然 考虑到限行令冲击经济 人民收入减少 雪州人民也获准延迟一个月 缴付地税和单位税 州佛州方面 州大臣拿都哈斯尼宣布 将颁发一次性原住金 给州内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 每人可以获得1000令吉 至于 病逝的病患家属 可以获得2000令吉辅恤金 另外 所有向地方政府租借商用单位的商家 可以豁免今年4月到12月 共9个月的租金 预计有10371名巴刹小贩受贿 此外 地方政府将给州内56名州议员 一笔特别拨款 每人可以获得2000令吉 用作选区开销 镜头转到北马 滨州首长曹关友 今天在首长办公室进行线上直播汇报会 宣布州政府将提早在今天 支付前线公务员3月份的薪水 感激人员在非常时期依然为民服务 曹关友也表明 今天下午出席国家行动管制令特别会议上 将代表槟城向中央政府提出4项建议 首先是对付行动管制令期间依然运作的工厂 其次是确保槟城的医疗设备充足 第三 确保民间有足够的口罩 碳温器 以及消毒业 并且限制出口口罩 最后就是了解滨州政府申请经济配套拨款的下文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